台大塑士研究生 昨天我有出示這個板子 這是一位台大人 他傳真給我 他說 特級艦 我昨天跟大家講就是說 台大塑士研究生從下學期開始 他的攻讀助學金 將被校方刪減為 每人每月不到3000塊 我昨天有拿蘋果之後給他看是40 台大校長很窮說因為經費不夠 非砍不可 雖然他們距離力爭 但是校長以經費不足為由 還是通過 為了台大招募學生 責成各院所必須替陸生尋找裁員 碩士生每人40萬 博士生每人每年50萬 他說看台大管理學院行政會議紀錄 報告事項中的第三點 我剛剛就給大家看 就是這一份 台大管理學院 99學院年度第一院務 行政會議紀錄的第三點 就是這裡 今天要給他們穿40萬 至90萬幫他們募款 那要多少人呢 台大要招多少中國學生呢 請大家看 台大消防募權 我們預計造成400名學生 你想看看 400的學生 我們要去找那麼多錢 全說找有錢 為什麼那些錢不能照顧台灣的學生呢 請教練 400的一個人 我們都算40萬 1億6千萬 當然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都研究生 也許有大學生 他們也有教研究生 我給他們請教一個問題 說台灣有沒有哪一個學校 給台灣的研究生 最優秀的那種 全國第一名那種 一年40萬獎學金的 結果兩位老師都跟我講沒有 沒有 沒有 博士生恐怕也不可能 那好 如果台灣的學校 沒有給台灣最優秀的研究生 一年40萬獎學金 為什麼要給中國的研究生 僅年40萬 你告訴我 你台大校長也可以扣音機來 你講出一個道理來 讓我們可以接受嘛 為什麼台灣的小孩子跟中國孩子 台語可以差這麼多 台灣孩子一個月 本來6千 現在變3千4千的研究生 他們來 一年可以領40萬 一個月頂月領4萬塊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台大校務基金 是不是就是一個定額的數字 在那裡 你現在把假設1億6 給中國研究生 給中國的學生 那請問 被排擠掉這1億6 從哪邊扣回來 你為何會扣回來 這個就是排擠效應出來了嘛 是 我想要補充一下 台大這個雷以外 他現在要沒有 他今年分配到400的學生 但是我沒有看到 台台去替他的學生 或是祖高 教授去五款 他現在是要替這400的學生 每一個戲 五個人 每一手 大概有分配額度 每一個院 就分配人民名額 所以他是這樣分配 然後呢 去替這些學生 去募集這個 這個主席 這個獎金 這是獎金 談剛才我們講的 中華基金會 那是生活費 對喔 我要再給大家報告 我們台台現在的研究生 在台台裡面打工 這個工讀獎助金 是要去做工耶 本來的一個月四千 要工讀獎金 四千 現在把工讀獎金 三千 排擠了整個原來的預算 是 校長說 教育金這錢沒有錢 都要賣 一直減少 還把我們來的 補四千 八千 五千 六千 六千 四千 這都是他們 要去做工耶 這些中國學生 是不用做工的耶 是 要換這些麵報的錢 是 第二我還要把工讀報告一個 這不是這樣 空有更大的 現在來縮審人生協議 萬能科技大學 今年本來有十五個學生 輸到超過一百個 跟我們來的台灣的學生 大的縮審 四個一間 一萬塊 一六個 現在把它蓋到萬六 那一萬塊 要扭給中國的 現在中央大學 文化大學還要涵 文化大學 什麼 把米軍縮審 台灣銀行 人家租起來 去買給台灣人人租 米軍縮審是 那個靜觀耶 靜觀 文化靜觀耶 那是幾檔 像別種這樣耶 是 競爛那裡還給我 文史工作人員 另外 中央大學還要涵 中央大學是 中國學生不用挑戰 台灣學生要挑戰 政治大學 一樣喔 中央大學跟政治大學 都一樣 旅俗是這樣的情形 交通大學還要涵 大家報告 交通大學 一年才一百 高通大學 學校的校長說 這個 吳崇宇說 合格的 終身可領的 獎助 學金 包括減免學費 學雜費 每個月還要一萬的生活補貼 減免學雜費做的一般就是 對 你看 美軍的學校 還沒有放任這些學校去對中國學生 這樣 我們台灣的學生是 這麼卑微的去 要求一個公讀的機會 都沒有 我也沒有看到說這些學校去募款 為這些助教教教授 既然拿過一些心水都沒有 謝謝 謝謝 許老師 宏益 以後台灣的校園 你就分兩種學生 你台灣的學生 你自己就要去想辦法 中國的學生 你去看看 學校 宏益 管理學院開願務會議 分配 所以大家去募款 為中國學生拚 這是台灣的大學 這是台灣的大學 我有個助理 今年考上台大博士班 我就問他開玩笑說 一年至少50萬吧 不是這樣嗎 沒有 宏益 沒有 他要回來 我這邊當助理才有錢 就中國來的台大博士班 一年50萬 中國來的50萬 剛剛有看到 對 你的學生 我的學生要回來 我這邊當助理才有錢 我說你考上台大 應該去找台大 也是博士班 對 也是博士班 宏益 我覺得這個社會 人民會不會掉眼淚 人民看到這個會掉眼淚 今天要 陸委會不知道嗎 知道得很清楚 教育部不知道嗎 教育部通力各個學校 去搞這個事情 搞什麼 弄錢給中國學生 人民看到會掉眼淚 各位老百姓想想看 各位人民想想看 你的小朋友從高中 就開始 三年 大學四年 不小心念研究所兩年 要花多少錢 人家是一來 一年50萬 弘以來台灣拿學位還賺錢 中國薪資水準 一年50萬不錯 我的意思是說 馬政府會不知道這個事嗎 今天來整你 今天為什麼 明天要不要好好討論一下去 來反駁我們 沒有 台大沒有在幫中國學生弄錢 文化沒有在幫中國學生弄宿舍 出來反駁 是 大家算一下 假設一個博士分 博士生來台灣 一個月給 一年給50萬 50萬平均起來 一個月是4萬1千塊 4萬1千塊在一般的民間氣候 搞不好是個小主管的一個薪水 等同月薪 等同月薪 而且搞不好人家要養一個家 好 那我們看看台灣現在的基本工資多少 過去是17680 後來加600塊 現在是18280 也沒多少 台灣的基本工資才18280 結果 一個中國來這邊念博士班的學生 可以一個月拿4萬1 大家心裡怎麼樣 我覺得 那種心裡感受非常強力 我再跟大家講 假設說中國來的博士班的學生 拿我們這邊 一年拿50萬 那台灣去的博士班的學生 有沒有這麼好看 如果說今天 對等你來一個50萬 我們過去一個也同樣50萬 就是幣值相等 都是50萬的 新台幣50萬的價值 那我還沒話講 問題是有這樣子嗎 為什麼相對 他不是說他們 泱泱大國 泱泱大國來我們這邊 怎麼我們給他那麼多錢 然後我們過去那邊 他們不是經濟起飛 看出來我們說 我們是經濟邊垂 那照理講 我們的學生過去那邊 更應該受到照顧 問題是沒有平等 所以我說這個部分 會引起很多學生心裡的不滿 同時不要忘了 我再次強調 我們是納稅人 為什麼反而納稅人 沒有辦法享受到 比較好的待遇 這是 第四十二屆 台大研究生協會會長 協會長 他寫給誰呢 寫給親愛的 校務會議代表您好 現在的校務會議就是寫給這個 好 他說什麼 他說他們苦苦的哀求 苦苦的哀求 說可不可以不要減少我們的 研究費 補助 補助 對 結果 也一樣 他說 拜託不要減少 大家都很辛苦 那時候打工的 公圖獎主機率 還是減少 可是 中國的學生來 台大要求要主動幫他們募款 這個人 研究生碩士四十萬這年 博士這年五十萬 像台灣小孩 你就給他讀 中國小孩 你就給他拚 這是什麼標準 是 公園你現在問這個問題